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贾买亮不仅把自己的微博头像改成了欧阳赏工 还多次称自己是古本 会好好对待这个角色 可是随后爆料车 贾买亮因为自己投资人的身份 要求编剧给他加戏成男一号 在片场跟导演加持不下 导致剧组拍摄进度缓慢 耍大牌没有人愿意理会他 而剧组这边也是紧张得很 因为全组已经开工 一天不拍的话 就会浪费大量的资金和成本 恰好隔壁剧组 乔振宇刚刚结束了 他在《华石影》中的拍摄 就被导演抓过来当壮丁 江湖救急了 得知这一消息 网友写大普奔 不仅对乔振宇出演欧阳少共抱以极大的热情 还特别希望剧组可以集齐天摇四美 召唤神龙 这个角色一开始估计他认为有爆的可能吧 很重视 还加了筹码 拉上李小璐来客串了一个角色 就是男主的妈 那时候 李小璐的牌毫无疑问是要比他大的 而李小璐的戏份一开机就拍完了 老婆客串了 自己没演成 最后算不算陪了夫人又折兵 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 古剑奇塔这部电视剧播出后 不仅重新偷红了李一峰 更是巩固了乔振宇服装美男的地位 欧阳少公可以算我古剑最爱的角色了 直到是他的时候我两眼一黑 后来知道小乔演的时候就开心 一开始炒作游戏粉的关注 然后要求给自己加息 被拒绝了 就飞回北京大戏要挟剧组 没想到剧组刚刚 直接撤了他找其他演员式戏 最后换成了乔振宇 作为游戏粉太感谢他的作死了 所以不管后面 他怎么靠女儿老婆洗白 我都对他没好感 人品摆在那里 老婆出贵不代表 他就能洗白 还有网友报 亮 这不是贾买亮第一次这么做了 最美的时光 原先根本不是三个结局 编剧写得差不多了 被他联合原作者童华 应改了女主感情线片向他 炮指三个结局 书名被时光掩埋的秘密 剧名最美的时光 已经改成陆万线了 他作为男儿竟是插手 如果是因为角色不够丰满 应该在一开始就跟编剧商量 而不是开拍前对剧本没有意义 开拍后 又闹脾气希望给自己加戏 加戏不成 又一切用事 又迟迟不肯做出回应 真的不是成熟的表现 难怪有网友说 不管后面他怎么看女儿老婆洗白 人品摆在那里 老婆出回不代表 他就能洗白